第五章 情况比想象的糟糕 两人的这顿饭一定是今天最惬意的时间 那一刻 方程的脑海里完全没有去想 他们会顺着洋流飘向哪里 也没有考虑 两人能不能在这浩瀚的大海上生存下来 所想的只有眼前的冷冰冰 却无比美味的饭菜 饭后 两人又开了一瓶水 各喝了一半 刚才这顿饭 李清漫吃了一盒 方程一个人吃了四盒 两人手里的食物还剩下三盒航空餐和两瓶矿泉水 吃饱喝足 方程顺势往飞机残骸上一躺 已经到了夜里 今天晚上的月色很美 洒在波光淋淋的海面上 有时候会遇到云层 这时月光就会消失无踪 清爽的海风吹走了白天的炎热 耳边一直都是哗啦啦的海浪声 可能是心境改变的原因 先前根本没有心思去感受身边的环境 而现在方程却有这个闲情意志享受这一刻的宁静 在方程的身边是双手抱着膝盖的李清漫 他没有像方程那样随意的躺下 可能是觉得那样的姿势太不雅观 并不适合他这样的身份 徐徐的海风吹动李清漫的长发 在月光的映射下 他的容颜更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白霜 美得让人不敢直视 要说方程从来没有幻想过 这位美貌冷傲的女上司 那根本不现实 曾经他也确实白日做梦地想过 如果自己能有李清漫这样的一位女朋友 说不定这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只不过想象归想象 那也只是曾经的方程偶尔会干的事 在跟着李清漫共事时间久了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想法越来越像是天方夜谭 像李清漫这样有着光鲜的学历 深厚的背景 美丽的外表 超凡的气质 一个万千优点 急于一身 身边不乏各种各样优秀的追求者 又那么高高在上的女人 怎么可能和自己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有交集呢 尽管方程在众多工薪阶层中 算是还不错的那种 在圣安多年 让他有了超过大部分工薪族的物质条件 然而和真正的有钱人比起来 根本算不了什么 两年下来 李清漫和方程唯一有交流的就是工作 而且大部分的交流 都是李清漫在单方面的问责方程 我们就剩两瓶水了 李清漫忽然轻轻地说道 听他的口吻好像有些悲观 毕竟也是 他一个女生 在面对这种绝境的情况下 心理承受能力 不一定会像方程这样坚强 其实一开始 方程也和他差不多 好多次都直接失去了求生的欲望 只是一想到家中还有等待自己的亲人 他就下定决心 一定不能让自己死在这里 我们还剩两瓶水 这是方程给李清漫在鼓励打气 两人的话仅一字之差 但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李清漫意外地看着方程 月色之下 那双秋水般的眼睛是如此的美丽动人 他很诧异方程会有这么乐观的态度 同时也很感谢他对自己不露痕迹的鼓励 在以前的工作中 李清漫对方程的评价就是有能力 有责任心 但总是让人觉得缺少一份主观能动性 在能够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 缺少了向外拓张的侵略性 所以他才会经常就这个问题 不留情面的斥责方程 冷漠高傲是他的行事作风 能坐上安胜基金执行总裁的位置 绝对不是只靠他耍耍脾气就能坐得稳的 他对待下属严厉 有时候近乎于不近人情 这都只是他工作风格的一种表象 关键他有真正的实力 能让圣安基金一直处于业内龙头的地位 这才是李清漫的厉害之处 三盒饭两瓶水 省着点的话应该最少能撑到两天 方程说道 就怕两天之后我们还等不到救援 李清漫说道 方程的表情不太乐观 说道 我们已经顺着洋流漂了一天一夜 此时已经离坠机的位置应该很远了 他们的搜救队就算已经赶到事发海域 很可能也没法再搜寻到我们 而且现在是晚上 搜寻工作更加难以展开 说话的同时 方程把手伸到海水里 感知了一下水流的速度 具体有多快 没法估计 但这速度绝对不慢 照我们现在漂流的速度 一个晚上之后 很难说我们会被洋流带到哪里 方程 如果我们没法生还 不会的 到现在我们都还活着 就说明 老天并没有就此抛弃我们 我一定会带着你一起活下去的 李清漫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方程打断 放在以前 在公司的时候 方程少不了又得挨李清漫一顿批 不过这一次 李清漫却没有说什么 他静静地看着方程 也许真的如方程所说 老天并没有抛弃他们 两人或许能在这茫茫大海上生存下去 人的心境 总是在不断变化的 先前的李清漫 在情绪上的确很悲观 可能是受到了方程的影响 逐渐不再那么的心灰意冷 对于两人能够活下去这件事 慢慢重拾信心 能知道我们是在什么位置吗 李清漫说道 天上还能看到北极星 说明我们还在北半球 飞机应该是在太平洋上空失势 当时行程还不到一半 我们最有可能的 是处在中太平洋的某一块海域 方程努力让自己的脑袋 尽可能多地回想起曾经学过的那些地理知识 北极星在我们身后 我们现在漂流的方向是向南 风是从东北方向吹来 我们现在很有可能处在信封带 大概的位置在北纬五到二十五附近 李清漫忽然眼睛一亮 说道 如果能大致推算出经纬度的话 话还没说完 方程就摇了摇头 说道 没用的 即使能算出确确的经纬度 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消息传递出去 坠机的时候 我的手机早就已经掉进了大海里 我的手机也已经被水泡坏了 趴在箱子上的时候 李清漫就想过要用手机发消息求救 然而那黑漆漆的屏幕再没有亮起来过 没有了手机 想要通过发消息求救的想法 自然就落空了 两人到目前为止 即便能推算出大概的经纬度 对于求救来说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没关系 只要坚持下去 总会找到办法的 为了不让消极的心态蔓延 方程及时地出言安慰 给李清漫也给自己打气鼓劲 李清漫也抱着希望说道 会的 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 忽然间 水面上传来一阵哗啦啦的响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水里扑腾出了水面 接着就是一道黑影飞到了两人所在的飞机残骸上 啊 李清漫猝不及防 刚好被那湿乎乎的东西撞在身上 不禁吓得尸声尖叫